这个冬天,黑龙江哈尔滨依靠丰富的冰雪资源和真诚代课的创新举措,成为2024年第一个网红城市。 全国各地,特别是南方游客纷纷奔赴冰城,赏冰乐雪,感受东北文化。 那么,新近顶流哈尔滨到底有啥不一样? 近日,记者走进哈尔滨多个热门景点进行探访。 也拍了照,也看了很多旅拍的,穿得非常的美丽动人。 明年准备去吃铁锅盾。 比较漂亮的冰雪大世界肯定是一个,因为这个冰雕确实很震撼。 印象最深的就是昨天早上看到那个雾松,就是那个树挂,很多很多冰结在上面那个很好看。 想把血带回去。 我想把那个鸭扁的冰桃葫芦带回去,因为很好吃。 据悉,哈尔滨元旦假期迎来超300万游客,实现旅游总收入近60亿元。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,哈尔滨除了创新旅游产品, 更号召市民以客为先、以客为尊、以客为友、以客为亲。 记者走进中央大街看到,部分商家已经开始主动为游客提供热水、充电宝、顺风车等服务。 在索菲亚广场,舒适的温暖驿站也已经投入使用。 我们为这些游客准备了热水,然后我们还有免费充电,如果感觉到冷,也可以到我们屋子里进来,然后暖和一下。 然后我们也有暖宝宝,如果需要的话,我们也可以提供暖宝宝。 提供免费的热水,其实还有果茶,还有大枣水,红糖水。 然后提供免费的纸杯,然后也可以自己拿保温杯打。 我们还可以提供免费的口罩,免费的休息区,免费的行李寄存,为南方的游客们提供一个服务,可能让大家觉得北方人更加热情,然后归属感也更加强。 热情是记者在采访中游客评价哈尔滨,评价东北人用的最多的一个词。 那么,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到底能有多热情? 游客们是这样说的。 非常不错,非常不错。 不管是酒店还是司机车都非常好,服务很到位,而且很热情。 因为我们不可能所有服务都到位,对哈尔滨政府还是非常给力的。 然后只要有意见,只要有建议,他们都会采纳,也都会逐步地去往善。 昨天去在那个中央大街,它不是有那个台阶吗,像地下通道,咱们去那个,它那台阶都给它铺上了,都在铺那个防滑的店,非常好,非常人性化。 去逛中央大街那些,还会有很多市民自发地给我们送水啊什么,就很热情,很热情。 然后在路上,我们打车也会遇到市民,就是能够免费带我们这种,我觉得主要是市民,就是燃起了,就是那种激情感染着我们。 当季节性的冰雪景观结束,哈尔滨又该如何守住流量,保持长虹? 游客们也说出了自身的想法和建议。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旅游,我觉得它的服务给我的一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,就是服务这块肯定是可以在不断地就是保持下去的。 然后我觉得可以再更新,再精进一点的地方的话,可能就是它对自身文旅的一个宣传,比如说它把洞里牵牌,然后还有那什么,它把大山里的恶伦春族也挖了出来。 就这样的一种非常年轻化,但是又很温情的一个内容,就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个,激发我们更多的一个好奇心。 所以我觉得在宣传这块可以再多做一些更加跟上时代,跟上热点的一些年轻化的一个表达方式。 就是探索一些新的项目,不只是看冰雕,比如像这次不是说之前没有哈冰秀,而现在有哈冰秀嘛,就比较说我们现在都很累去拍,感觉就比较新,得创新这种新的名片出来。 让大家持续来打开,比如说我今年来了,然后看哈冰秀,然后明年还有别的可能我还愿意再来。 2025年,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在哈尔滨举办,让我们一同期待未来的哈尔滨和哈尔滨人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。